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看到的是我们三个月 9月9号在这个十澳海面 我们做了那个英国二次大战的水雷 那个处理的任务 我们就捡起来的碎片 那我们大概一个月前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做了一个水雷 就是把它引爆了 然后这个我们一个星期以后 我们再去前去那个海底 把这个我们第一 我们确认我们那个目标 已经是完成了处理掉 然后第二 我们要把这些有关的碎片 我们都捡起来做一步的检验 然后这就是我自己本能在下面处理 我们下去水底的时间 大概用了33分钟 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做好 然后在水面 就是把这个遥控的引爆器 然后我们就是在大概一个 两公里以外的地方 就是把这个东西 就是传送一个信号 传送到水底里面 就是把这个炸药把它 把这个炸药我们就是引爆 然后把整个水雷都完全摧毁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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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